酥溶速層 exclusively from the elbow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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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头 這個地方重點做一做 鬆掉以後 鬆掉以後 再來看肩胛骨 上面的基素 有些東西會跑出來 再把它剝一剝 效果會更好 因为如果这个肌素拉紧的话,肩胛骨上的肌素也会变得很紧 所以你的肌肉的起点这里松掉以后,再来一锅? 第一,第一个肌肉是什么? 第四条,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元鸡,对不对? 第一个肌肉是什么? 第一个肌肉的肌肉是什么? 第一个肌肉是什么? 那大部分就是我们会从肩胛骨下降,然后先做这里? 第一个肌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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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做这个肌肉的时候,顺便会做两条肌肉 第一个肌肉是什么? 这就是腱胎肌的肉。 我的天牙炸已经有分了它。 这个腱胎肌肉就到了。 然后这个比较简单的。 你忙到肩胛骨下角,大概靠近旁边做的这些。 我们的肩胎肌大学,折腾肌肉压在手中,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第一条高上级 高上级就是 这是几上级 几上级 对 Supra Spanish Muscle 它这是从这里穿过来 对不对 第一条高上级是从这里穿过来 那穿过来以后 我们做一做以后 它是不是松到这个里面 所以这是坚守关节 所以我们翻开 一百八十四页 下面这一套 下面这一套 这个是从上面看下来的 在这边的 你没有看到这个锁骨 松下线 从上面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个锁骨 啊 有没有看到锁骨 锁骨不是纸刀 锁骨不是纸刀 我先继续一发 她继续一发 他继续一发 继续一发 这一端就是肩胛骨和锁骨端 这个是肩胛吗?这个是锁骨 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一条,它里面这一条是肌上肌? 这个是肩胛的肩胛,这个是肩胛的肩胛 然后它穿越这两个关节,对吧? 对,这个关节都在,这一条是肩胛? 这个关节有没有,这个是肩胛的肩胛 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是肩胛骨头? 这个是肩胛骨头,对,这个是肩胛骨头 对吗?有没有看到? 同时还是肩胛? 同时还是肩胛? 所以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找这个肩胛骨 关节,肩胛骨头那样,它是肩胛骨头 但是肩胛关节,这个关节它是有韧带的? 对,我们的肩胎和肩胛骨头那样,它现在是肩胛骨头 我们都住在肩胛骨头那样,这一条是肩胛骨头 在肩胛中,我们都住在肩胛骨头那样,它是肩胎的肩胛? 对,我们要怎么做? 你需要摸这个锁骨吗? 对,这个锁骨是锁骨的吗? 这个锁骨是锁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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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锁骨折锁骨印就是锁骨, 它会卡住这两个骨头。 关节关节,如果锁骨的压力会卡住? 不,这将确试用锁骨折锁骨。 这边关节关节骨折锁骨。 这个锁骨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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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骨, 但是你要先把刚刚这个上面这个部分,第一条刚上去的有没有,健康的,这个地方要先放松 那我说过这个是长的比较里面吗? 所以我可以,我稍微这样做一下 我这个太尖了,是不是? 所以我压的时候,我不要用尖的,我用旁边 我用旁边的比较里面的,就是比较里面的 对吧? 对吧 然后拨了一下以后,然后刚刚我们说的这边外侧比较松了 我们现在做凌厨 对,这个是锁骨的 所以我就往下一下 对,这个锁骨就往下一下 但是我稍微把锁骨稍微推一下 然后把锁骨的锁骨的锁骨拿起来 对,所以对ありません 澄谋也要靠地再在锁骨抬起来 对,这样就远了一些锁骨息 然后我这个锁骨的锁骨再在锁骨摆起来 然后你把锁骨抬起来 所以我们把锁骨抬起来 然后就是锁骨的锁骨上去 我抬的部份是什么? 你看,你手放在这里,你抬的时候这个肩膀是不是会拉上来的? 然后你挤压在这里? 然后这个往上抬,它会带动谁? 对,我的肩膀往上抬,会带动肩胛骨的肩膀往上拉? 第四个肩膀呢? 我这个往前推,我这个往下推,往前推 所以这两个关节是不是会稍微被拉开? 对吗? 这两个关节会稍微拉开,对吗? 了解意思吗?我的手推在这个肩膀上面,肩膀肩肩前侧这个位置? 然后我肩膀往上抬,这个肩膀肩膀会不会往上抬? 我没有压的时候,肩膀也会被往上抬? 那你的肩膀肩膀肩膀肩在上抬很久 有关锁膀肩膀肩膀肩膀有关锁吗? 那我现在把锁膀肩膀推,往下抬,我抬的时候,它会上不去 在这底膀肩膀上衣时,肩膀肩上不去 那上不去,它是这两个骨头是会慢慢的里面会拉开的? 在压子里面的骨头里面会拉开的? 拉开,我们要把坚索关系活动一下 就是我们要把坚索关系活动一下? 我们要把坚索关系活动一下 所以我们要把坚索关系活动一下 所以你要我靠在这里 我们要把坚索关系活动一下 然后慢慢手上台 对啊,坚索关系活动一下 里面会痠吗? 差不多了 这是在做坚索关系? 当然,你终于把坚索关系活动一下 对啊,以后我再按摩坚索关系里面的骨头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怎么样? 肩膀有很松啊? 这边是什么? 肩膀有很松啊? 对啊,肩膀有很松啊? 就是这里面松啊? 肩膀有很松啊 这边比较转,比较转,比较转 脖子动一下,转动一下 这边比较转 这边比较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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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当鸡上鸡太近的话 它脖子也会拉成脖子 这边比较转的脖子也会拉成脖子 所以我们先把肌肉松掉以后 我们要做这个动作 就是你要让肩锁关节 目的是让肩胛骨跟锁骨关节 这个叫肩锁关节 然后再来做肩锁关节 那么,要把肩锁关节就会拉动 这边就是要和一样 要不让肩锁关节 这边就叫肩锁关节 然后把肩锁关节 然后把肩锁关节继续有放开 然后把肩锁关节 因为我们很多肩膀的问题是这个肩锁关系夹得太紧 是肩膀变得很紧 你刚刚的忙起来的大家如丽动手里有参临的那个 那么咱们也忙着急 你刚刚的调节有什么忙起来 来 另外一个再找一个 你刚刚就拍手了 来 拍肩膀的有点 但当地 穿个肩膀的拍手了 给她拍手了 给她拍手了 你又要放手了 你要坐哪一边 你选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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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哪一边比较轻的 左边 你看 我就先做她的提示 给她通通过 查尔子麦达斯 给她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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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单位 可是她一直在这里 跟她拍手 她讨论然后 她来拍手 与她的大船 她都没有参与 什么样的 另一边 她说她就是 她不是很 一个大船 很高大,但是它这个鸡肉一样是很硬的 无论来从来,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等人们 因为这个是鸡腱,就是鸡肉附着在上面,所以这个都很强壮 这个是鸡肉,就别吃过一瓶,拿起来,按一下鸡肉,不要吃过一瓶 这边是鸡肉上来,乖下来,甚至还是不错 这个是鸡肉然后带来,最后第一次做什么 这个是鸡肉,每次都是鸡肉之间 所以,这个画面是终于一个有了 这个人会说是其中一个一个人 所以,这个人 assembly终于一个手提供 他们终于一个人终于一个人 的手提供服 这些人会变成 那么,他们这些人用销售 你们这些人用销售车的手提供它 所以,你手提供它 我们慢慢来 而我手提供它 你们进去设计时,这个人用销售车 bunch了,这些人用销售车 然后再按摩一下它坚索里面的这个鸡上肌 等于大家浪漏地的浪漏地 等于大家浪漏地的浪漏地 然后再浪漏地的浪漏地 因为你这个松掉以后 这个这个坚索关节里面的鸡上肌 它有些深层起素会好处吗 在这种状态里面的鸡上肌 这种肌肉的肌肉和肌肉的肌肉 是不利用的 好来动一下 好 肌肉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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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 肌肉的肌肉 肌肉的肌肉 现在呢 是不是这边比这边还轻松 就你 你说你说的 这些肌肉的肌肉 对 对 你哪得雪耗 你哪得雪耗 现在它感觉 现在它感觉已经痛了 还不知道 里面还痛 好 所以有时候 你做以后 稍微再把它 需要稍微拉动一下 延四年进展到 但是你在这个钢骨头这个基建,这个是非常紧的,这个一定,你做小力没有什么效果? 那些人是在八十九岁的东西,我都比较少了,但是在里面有什么东西。 所以你能够了解我刚刚讲的这个原理吗?道理吗? 我刚刚讲的肩胛骨,它组合肩关节有三个,一个是锁骨,一个是肩胛骨,一个是脖骨,一个是脖骨,对吧? 这三个,对吗? 我以为说,我们的肩胛会拉到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肺部,我们的颈椎,对吗? 这三个肩胛如果太紧,这个肩膀就会拉到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背部,我们的颈椎,对吗? 第一人不能在這裡 有一種藏目的藏目的牌 所謂肩胛骨的肩風跟鎖骨交接 形成肩鎖管 這個地方要去把它放鬆 放松就是要活动它的关节,这两个交接吗? 如果太紧的话,这旁边的基数都很紧,所以你要把它拉动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后半部,从中间后半部,前半部等一下要讲。 所以我们研究关节就是在研究骨头,这个关节骨头跟骨头之间的? 所以我们的活动的空间够顺不顺畅? 所以如果不顺畅的话,是不是就会塞住? 所以我们推拿,我们推拿其实就是要帮助关节里面的活动度可以顺畅。 所以你就要了解说,你摸到的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距离,这个之间的间隙到底正不正确。 所以我们的肩关节就是有两个关节。 肩关节其实有两个关节。 但是其实这两个关节就是上肩锁跟肩膏,这两个关节。 这是手骨跟肩胛骨,肩胛骨跟肩膏,就是在讲这两个关节之间的平衡。 这样了解吗? 我希望你们了解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做推拿的治疗的原理是什么 这样子好过来说 我说听了当年一个 你听了当年一个当年一个 按摩业童他做之前的干涅饮饭 就得失败了 之前我有说过 就是我们做推拿按摩的 就是做这个身体治疗的 就是最最厉害的人 他是对骨头啊 关键非常清非常了解的人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做完以后为什么要那样做 这个都是有他的原理的 所以你们要去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你要去想说肩膀为什么会紧 它一定是这两个关节卡住 但是在脱弱里进行 Monster 如果关节没有卡住 他肌肉的收缩拉扯怎么会不顺畅 所以记得这两个关节 你要记得这两个关节 那三点要休息吧 对 我们等一下先练习一下再休息 你要练习就是要去做这个尖锁关节 刚我说的就是压着然后派上按摩上面的肌肉 当时要用手指的手指的手指的手指 可以吗 对 我来以后再喝茶 对 讲到餐单也要说讲通过啥 开始练习 但这些讲到几乎啥 他们说我们猜需要去点几乎 就是要去点几乎 然后再来 我们说 然后再来 我们先来 我们先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